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理财Superman 今天时间礼拜三 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什么 讲很久没有讲的铜价 然后我们还要把钢铁的报价 也一起送给大家 一次讲两个东西 你看一集等于看两集 来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昨天的新闻出现什么 大宗商品价格回落 券商喊说要买什么 买铜跟天然气 其实我们观察到最近这段时间 大宗商品的价格 是有慢慢在往下掉的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前阵子有跟大家分析过 就是因为美元走强的关系 在最后我也会告诉你 为什么美元走强 跟大宗商品的价格会有关 那我们先看一下 目前其实券商 他还是看好铜价 天然气 这些大宗商品的前景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些东西 我们在群组里面 跟大家讲过 关于大宗商品的超级循环的概念 这个大概是在上个礼拜的周刊专栏里面 有跟大家分享 什么叫超级循环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来我们群组看 那其实这部分就是包含了 关于最近消费者的支出 不断在做增加 然后我们看到前阵子 美国基建 两党取得共识 还有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全球有一半的铜 是来自于 也是给中国去做消费的 所以中国的需求攀升 对于铜价也是一个有利的支撑 那目前其实我们都还是处于通膨 在慢慢上升的一个阶段 紧急循环的阶段 所以在通膨上升的这个时期 其实大宗商品的价格表现 通常比股票来的还要更好 至于通膨到底会走到哪一个阶段 我们要持续去观察数据 我们才知道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热亚钢卷的期货价格 它还是一样 跟我们之前在分享的 都是在这个平台上面走 没有什么改变 那我预期下个礼拜 应该价格就会跳动 因为我们算过了 它已经到了第五个礼拜 价格都没有在做 现货价格没有在动 那现货价格没有在动 期货价格当然也不会动 那很快的就是在下个月 下个礼拜就到7月了 这个价格就会出现一个跳动 向上跳还是向下跳 我们不知道 但是就是大家要去关注的地方 那我们在之前跟大家 6月初的时候 分享过大成钢这档股票 大成钢呢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钢铁族群 非常非常的强 就是因为大家认为 美国基建可以拉动钢铁的需求 那拉动钢铁的需求 这件事情大家就要注意 不是每一间台湾的钢铁厂商 都能够把东西卖给美国 但是大成钢可以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转投资 大国钢 大国钢并购了全美国 最大的工业扣件套件供应商 所以它在美国的通路 渗透率有高达90% 那很自然而然的 大成钢当然能把钢铁 卖到美国去 它就是一个美国基建最大的 最直接的受惠股 所以我们看到近期的股价 直接喷射 那后续 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归到 国际的钢价 到底能不能继续走强 如果能继续走强 再加上基建的题材的话 那钢铁股的后面行情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期待 再来很多好朋友 像昨天就有人 在留言下面问说 能不能分析一下 铜价类股 很久没讲了 好啦 你说要讲 我就讲给你听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先看蓝色这条线 蓝色这条其实是 伦敦交易所的铜价 我们可以看到 黄色圈圈这个地方 这个铜价它其实 从上市的高点 10460美元一公顿 下跌到了最新的报价 9334美元一公顿 这样的跌幅 其实已经超过10%了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之前分享的 关于美元升值这件事情 再来大家要看一下 新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同筹码指数 同筹码指数我们是根据 美国会出一个叫做 交易人报告的COT指标 它就是去分析 关于投机者避嫌者 这些人的持仓量 我们用这些数据 去算一个指标 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 从高点一路往下掉 现在到了红色圈圈 这个地方 同筹码指数 其实它是一个很方便 去抓一个同价的高低点 或是转折点的工具 你有没有看到 它这个尖尖的地方 红色尖尖的地方 跟蓝色尖尖的地方 其实是很相近的 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东西 最近市场上面 其实不太看好同价 但它其实也慢慢的 已经要落入零了 零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多空的一个转折点 至于它会不会在这个地方 止步反转向上 是我们可以后续去盯的指标 但是你如果不知道 这个指标去哪里找 你不知道去哪里看 你也不会算的话 你就是每个礼拜看我们的节目 有重大的转折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 分享给投资朋友 其实我们在之前 也跟大家分享过 华兴这档股票 华兴这档股票大家会想 它不是在做不锈钢的吗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是把它归类在同类股里面的 因为华兴它当然是有不锈钢的题材 因为它是印尼青山的 独家不锈钢代理商 台湾要拿不锈钢就要透过它 但是另一方面 它也是做电系电缆的一间厂商 所以说它也是跟同价 它也是一个同价概念股 这个我们很早很早之前 就跟大家分析过 它一支这么大牛的股票 它在前天也可以喷上涨停板 其实一样是受惠于我们这一镜看到 就是基建的题材 然后还有不锈钢的题材 这样子双题材的加值之下 如果之后同价又能够再继续上来 拉开它的营收 我相信华兴这档股票 它股价继续向上供高的空间 还是很大 最后我们要跟大家讲什么 讲关于美元升值 为什么会影响大宗商品的价格 之前一定有好朋友看过这个来 但是有新的朋友 我们还是要帮大家做一下讲解 首先我们画了两个框框有没有 那边那个框框跟这边这个框框 只要你把框框塞满 你就可以买得起那桶石油 要把框框塞满 现在我们用第一个框框里面 塞了9枚硬币 对不对 塞了9枚硬币 美元升值这件事情是什么 其实我们在传统上面说 钱升值 钱变大 现在钱变大了 我们只用4枚硬币就塞满了这个框框 我们就可以买到一桶石油 所以石油的价格怎么样 从9块钱变到4块钱 美元升值 所以钱变大 那你可以用比较少的钱 就可以买到一桶石油 所以说大宗商品的价格 就会跟美元走势呈现相反的关系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 除了原物料的走势以外 总体经济也是大家要去看的 包含是像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它有没有动力率 有没有要缩表 有没有要减少购债的速度 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美元的强弱 那如果美元能够持续的 会持续走强的话 对大宗商品的价格其实是不利的 但是如果联准会的利率 慢慢的又转向了鸽派 比较不会这么急着要升息的话 那美元就在这个地方做盘整 那终究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 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 那基本面的部分 我们已经分享过了很多次 其实在这波超级循环里面 同价股 同这个商品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品 因为它就是受惠语 我们可以去做基建 然后去做电力铺设 碳中和这些题材 它都有提到 所以我们认为 大家要关注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群组 去看这些最新的分析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产业分析 或财经知识 你都可以来我们群组里面 有任何问题都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财经地线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